台湾第一条国家级绿道淡蓝百年山境 其中的暖冬峡谷步道就在你我的家附近 对基隆市民来说很容易接近 空气清新 风景秀丽 非常值得民众有空来走走 这个暖冬峡谷的步道是我们淡蓝中路的起点 我们可以看到沿线风景非常的优美 而且空气很好 难怪外国人也非常的推荐 刚才说这一段步道像那个外国朋友 是不是也蛮推荐大家来 对外国朋友一定会喜欢这段步道 因为后来你可以到十分 然后到十分老街你可以吃东西 然后简单的大火车回来 外国人会很喜欢走这一步 这样子哦 你自己走过几次这边 三四次了 而且我有来过看 咦 雁火虫 这边有很多的雁火虫 晚上来走哦 对 这位来自英国的外国部落客Amy 非常喜欢台湾的步道 来台湾七年多次采访台湾知名的步道 这次她从台北搭车到暖暖火车站 一路践行进来 目的地是十分 体力跟毅力都令人佩服 我从暖暖走上来的 您搭火车都暖暖走上来 对 好好从暖暖火车站走过来 你比一般的台湾人还爱台湾 对 真的因为像我们基隆在地的人 我们很少也很少从暖暖 愿意走路走到这个地方来 你们比较聪明 我觉得今天真的太热了 那你今天打算走到哪里 十分 十分哦 嗯 对 可是现在很热哎 慢慢走 很酷 30年前来过 我只是来怀旧而已 那你这样走了一趟之后 你觉得说这样的环境走起来 会不会很热啊 或者是 我一人都不乐 非常舒服 真的真的 因为大热天的话 你去外面走 你单单不方便 像我们下午 他准备去和平岛 那下午再去 现在去 太热了吧 现在这边阴凉快 很舒服 对不对 到时候再 下午的话再去那边 OKOK 所以你们是从桃园 然后开车 到这个停车场 是是 然后开始走 对 哦 是 很厉害呢 啊沿途大概看到什么 哦 他最喜欢 你看到什么 来 你跟阿姨说 你看到什么 我看到妈妈走 啊 看到妈妈走 还有什么 还有蜘蛛 还有蜘蛛 还有没有别的 还有蝴蝶 哎 这是你最喜欢的吗 嗯 是 你以前没有看过 对不对 对 今天有看到猫猫虫 还看到蝴蝶 又有一只蝴蝶回过去了 这边很多蝴蝶 嗯 好棒 好棒 所以其实这样步道 其实对小朋友来像 算是一个蛮好的运动 可以啊 很好 因为我发现 一个半小时之内都还OK 虽然是它这样子 小一点还可以 但是因为大环步道那边的话 可能就路不好走 所以我们走 主要土地工这一段 很好 哦 内环这一段 对对 算内环的 哦 OK 从现场体验来看 来到步道的民众 对于暖东峡谷 这个淡栏谷道 中路起点 评价都非常高 可以按照每个人的体力 各自规划 长短不同的路径 走在森林中 享受芬多金 让身心灵 完全放松下来 记者黄志轩 陈淑平 基隆报导